由於與發起罷工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工會 UAW談判僵持不下 底特律三大汽車製造商正在對數千名非工會員工進行裁員 又或者是強制放無薪假 福特汽車公司於星期一在芝加哥和外海俄州的利馬市 要求330名工人放無薪假 上個月則在密歇根州的Wing組裝廠裁員了600名工人 儘管通用汽車在這個星期二報告了 到第三季度業績增長了21% 但是該公司目前已經分別在四個州裁員了超過2100名工人 而作為Jeep和Krysler等知名汽車品牌的母公司Selantis 則已經停工了接近370名工人 其中包括俄亥俄州Parisburg的68名工人 汽車製造商表示 停工和裁員是UAW發起罷工帶來的結果 現時罷工已經進入到第三個星期 長時間的罷工將會導致大量的汽車零部件 生產線上的工人失去工作 福特首席供應官Listore上個星期曾表示 至今為止已經有大約2400名工被裁員 如果罷工持續 可能會有再多325000至50萬名工會被裁員 UAW方面則批評汽車製造商利用裁員作為談判的策略 希望藉此來對工會成員私家壓力 從而在談判裏取得更多優勢 UAW上個月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罷工 有近13000名在密歇根州、密蘇里州 和俄亥俄州的三大汽車組裝廠的工人參與 這亦是美國歷史上 UAW工會三大汽車廠成員首次同時停工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titled1660 coconut酒